就会在明天召开的主席特别汇报会上把他准核职 国消息表示当晚的沙比利是相当冷静 也拒绝回应或感激 路沙比利认为公开发表任何的言论不助于降温 他也认为大多数的乌统党员 不会希望司法和法律程序受到乌统的干扰 那报道和消息在媒体上是传着毁声毁点 那么乌统总秘书阿姆马斯莱 后来接受网络媒体当今大马访问时 却否认乌统向沙比利下达了最后通牒 还说这根本就是在猎猎 而无心团长阿斯拉夫子在面子书上发文说 这一种假消息是在恶意破坏乌统的形象 给公众制造不免观感 乌统将会起诉不实 我给公众制造不免观感